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知错能改,善莫大焉。 英国利物谱Bellville购物中心在其脸书粉丝专页贴出一张照片, 分享一封付诸5英镑,约200元新台币,的匿名手写道歉信, 一名43年前还是小男孩的男子, 为他懵懂无知时偷了两块巧克力致歉, 让Bellville购物中心对人性看到一丝曙光。 谢谢你,让我们再度相信人性。 Bellville购物中心昨天在脸书发表感想, 并分享一张温馨的照片, 照片中一封付诸5英镑的道歉信, 来源为一名男子,为他43年前做的坏事致歉, 他琴笔写下这封信,并付上当年偷的巧克力的钱, 想弥补年幼时所犯的错, 信上写著1975年,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, 我在你们购物中心的Wuworth超市, 偷了两块巧克力, 我对此道歉, 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能弥补, 这里是我欠你们两块巧克力的钱。 据Sky News报道, 但43年后的今天, Wuworth超市早已关门, Bellville购物中心决定将这笔钱捐给慈善机构 Zoey S. Place婴儿收容所, Bellville购物中心发言人表示, 很高兴看到这样的好行为, 让我们再度对人性产生信心。 Bellville购物中心决定将这笔钱捐给慈善机构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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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llville购物中心决定将这笔钱捐给慈善机构,